国务院总理李强28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东地问总统奥尔塔 李强表示 中国和东地问建交22年来始终相互理解 相互支持 政治互信不断深化 务实合作成果丰硕 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 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规划 中方愿同东地问进一步弘扬传统友好 深入对接发展战略 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 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等合作 拓展农业 减贫 旅游 地方等更广泛领域互利合作 共同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 发展繁荣 做出积极贡献 奥尔塔表示 东地问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 西深化农业 水利等领域合作 推动两国关系 提制升级 推动还有天面积极贵献 成功 成功 感谢观看